当地球环境变得无法生存 人类将何去何从 飞向太空又或者潜入海底 这群知识精英的选择有些出人意料 他们建立了一座地下城 让子孙后代可以避过环境危机 根据他们的预测 200年后地面差不多会被重新净化 于是他们机下返回的路线 将其保存在一个保险箱里 200年一到保险箱就会自动打开 这个保险箱原本被一代代传承着 但是传到第七任市长时发生意外 箱子被树枝高阁 逐渐被人遗忘 很快200年就过去了 多年运转之后 地下城开始有了崩溃的迹象 最近城市电力系统故障频发 动不动就会断电 小帅是个有追求的青年 他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电工 修复城市的电力系统 要成为电工光有理想还不行 还得有运气 地下城的工作制度很奇葩 说是自由选择吧 又完全没有自由 每个人通过抽签决定自己的职业 抽到啥就得干啥 这个大富贫贫的油腻男 就是负责派发工作的市长 小帅抽中的职业是信使 而他想要的电工被小美抽了过去 小美想干的正是信使 两人一合计决定交换下职业 就这样小帅如愿以偿当上了电工 而小美也成了他想做的信使 电工是一项高危职业 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为了以防万一会在头盔上刻下名字 小帅没有被危险吓倒 他早已立下志向要修好发电机 城市电力系统十分复杂 小帅在里头四处探查 最后发现一个暗阁 暗阁里头住着一个怪人 看到小帅后对着他一顿发火 还将他赶了出去 另一边小美也在信使港上干得不亦乐乎 这里的信使很独特 因为地下城缺纸 所以传递信息都是通过信使口口相传 这一天小美接到一条来自怪人的信息 信息是要烧给市长 说是船已经准备好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小美来到市政厅给市长送信 在那里小美看到了太爷爷的画像 画像中的箱子引起她的注意 这长相似乎和家里那个很像 小美给市长送完信 接着便回到家中 打开了保险箱 保险箱里有一张地图 残缺不全 还有一片玻璃 用处不明 小美小心翼翼 将地图拼凑成形 地图上说地下城拥有出口 这可把小美惊呆了 课本上没说过地下城还有出口啊 她找到小帅 两人依照地图指示 进入地下管道寻找出口 就在两人开锁之时 旁边却传来异动 原来是一只比人还大的岩鼠 在管道中觅食 岩鼠发现两人踪影 朝着他们追来 小美逃进暗阁 岩鼠在后头紧追不舍 眼看小美就要遭殃 小帅扔出罐头 将岩鼠吸引过来 卡在了门缝里头 就这样 两人成功逃脱 随着时间的推移 城里的停电现象愈演愈烈 为了安定民心 市长召开演讲 他将成立专案组 弄清停电原因 小帅和小美再次来到管道探查 他们打开神秘的351号房 没想到里面竟然藏着整屋的食品 房间中央 市长正躺在椅子上 睡得像头死猪 两人没有惊动他 小美来到市政厅 向秘书告发市长的恶行 只可惜年轻人还是想简单了 秘书和市长早已狼狈为奸 他将小美带到市长办公室 这下真是羊入虎口 办公室内 市长正在贪婪进食 小美随身带着保险箱 很快就引起市长注意 市长贪婪成性 想将保险箱据为己有 就在这时 城里再次上演大停电 小美趁着天黑逃出了市政厅 市长派出人马 追捕小美 还在街头贴满了通缉令 眼见城里待不下去 小美只好找到小帅 和他一起寻找地下城出口 两人来到一间密室 小帅坝在那里挖了一条密道 可以直通地下城管道 两人坐着脚踏车 来到地底深处 小美还惦记着家里的小妹妹 于是悄悄将她带走 打算一起逃离 小美再次拿出地图 很快就破解了谜题 地下城的出口 就在发电系统这里 地图上的路标 似乎指向了柜子后面 两人在柜子处一阵寻找 果然发现了小船 小船顺着轨道进入下水道 结果水位太低 直接被齿轮碾碎 看情形 应该是略过了重要的步骤 两人再次拿出地图 一番研究后 终于发现 要先用保险箱里的玻璃 进入控制室 接着打开控制室的水车 才能让水位上升 随着水车的启动 部分水流涌进了城市 市长眼见形势不妙 赶紧溜进储物间避难 让他没想到的是 巨大的岩鼠 正在那里守株待兔 水位一升 齿轮就不再是问题 小帅三人坐着小船 越过齿轮 接着进入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一阵过山车般的航行后 小船终于抵达一片平静的河流 前方是一段漫长的阶梯 尽头处散发着光亮 三人沿着阶梯 时机而上 最后终于走出了地下城 只不过外头等着他们的 仍然是无尽的黑暗 三人失望至极 在草地中度过了漫长的黑夜 第二天清晨 一轮红日 缓缓地从地面升起 小美看着耀眼的天光 喜不自胜 原来地下城外真的还有更大的世界 两人将地图绑在石块上 扔进地下城 若将成为民众福音 带领他们走出黑暗的世界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